学生认真听着指导 老师也相当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来教学 这是积极锅中特别开办的传统手作编织课程 除了希望可以传承传统工艺 也希望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兴趣 借此训练耐心 让学生可以从不会到完成作品之间 得到满满的成就感 就是可以传承编织的一个记忆 然后也希望藉由编织的过程中 让他们产生兴趣 然后变成第二专场 甚至就是说以后可以从事这方面的一个记忆的传承 一开始来参加这个车团的时候 我有很多都不会编 然后最后是老师在旁边教导我才把它做出来 现员陈淑慧表示 感谢积极国中对于学生的付出 不但办理传统手作编织课程 让学生学习 也让学生学习传统记忆 淑慧也感谢我们积极国中的校长 以及教学团队 愿意来组成编织这个课外的一个教学活动 编织可以分为很多种 它也有它的艺术的一面也有它在农业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的一面 那今天感谢我们积极国中愿意来推动这个编织 那目前在积极国中所推动的编织的一个课程 就是以编织手环编织包包 包括说后续我们更愿意来协助 让它能够扩展到编织其他我们传统上的一个东西 透过校方的努力跟指导老师的用心 让学生可以在课外的社团时间 有机会接触各种才艺 更加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培养学生有更加多元的未来方向 记者邱平一集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